特别注意对他的篮网 那么到现在为止 美国女子排球队篮网得三分了 而且是在刚才落后几分的情况下 连续得分 现在是8比7进入这局的第一次技术三平 对 这看排球呢 经常是看这个主动得分 这就是发球 扣球 篮网 掉球 得分 这是主动得分 那么在这的主动得分里面呢 这个美国队是已经得了六分 那说明他主动得分比较多了 美国队另外所得的两分的是 恒大女子排球队15送的两分 现在是美国队的14号休斯 接应二船发球一米八八 一船没有到位 这一楼有点开往 美国队是快抹快跳 然后第二次在四航位的斜线进攻 拿到一分 然后扣这球的力量并不是很重 但他的角度比较好 对 这球15 在这个现在的排球比赛当中呢 各个队都在拼发球 克制对方的一攻 但是这个加强发球的攻击性 也带来一定的这个危险性 保险系数会差一点 好球 这些扬好判断好 单人篮网拦住了这方 这段表现比较出色的14号休斯的进攻 这是这个恒大女子排球队 在这局比赛里面 篮网得了第一分 第一分 美国队篮网呢 已经得了三分了 快球掩护 四号位 强攻这球打的比较平 打在了恒大队员的手上 以后弹出去了 现在打成了9平 现在是10比9 美国队领先一分 10平 松儿应该说 恒大女排呢 从队员比赛的这种经验 因为这么多队员都参加过 奥运会啊 世界杯啊 世界锦标赛 经验上比较丰富 但是呢 他们的部组就是年龄上可能有点偏大 对 中国这个恒大女排平均的年龄是28.2岁 对 平均身高比对手要高 每个队呢 是比较年轻 但他属于一个上升期 基本都是 这个在校的大学生啊 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这个选手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恒大队员应该发挥自己经验 比较丰富的这个特长 打些战术 根据对方的部方以后 然后逐渐的再调整 高快结合 这样才能够取得场上的主动 对 这是11号 梅根霍奇 这名选手只有22岁 是一名很有潜力 很有上升空间的选手 狼屏教练向我们介绍说 说这名选手是未来美国队一个主要选手 是 好的 看头 银银还是有经验 嗯 后排 好 狼大队 这是 当年杨浩在国家队的时候啊 也是他的杀手锏 是 经常在前盘有时候两点的情况下 或者对方就是针对性的防守不错的情况下 我为了避开篮网 加强后排进攻 增加攻击点 嗯 这个球已经落地了 对 今天的比赛确实很好看 是 因为这个恒大女排呢 他的主场呢 场地比较小 只能容纳1000名左右的这个观众 嗯 所以很多人对这次狼屏带队啊 攻击 呃 假意成功 嗯 但是他没有看到这恒大女排的比赛 对 所以这次呢 也是为了在赛季接受之后 呃 请来了这个美国国家队 对 这也是美国国家队第一次从一支 啊 中国的假逼的球队俱乐部队来进行交锋 进行对抗 所以这个广州体育馆呢 也是今年亚裔会要进行排球决赛的场馆 哦 也曾经举行过像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啊 羽毛球大赛等等 是 非常漂亮 呃 出网 这样恒大女排现在是13比12 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领先第一分 这段现在比赛里面美国女子排球队失误比较多一点了 其他失误送了四分 扣球失误送两分 一共是六分了 这个恐怕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呃 一支比较年轻的球队呢 他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付出代价 是 这个代价有时候就是输球啊 嗯 啊 表现的这个不够稳定啊 嗯 美国队篮网在这局比赛里面不错 到现在为止得四分 中国队篮网呢 中国队这个广东篮网得一分一分 16号是复工 华球 啊 中国在注意打一些点 嗯 你看你刚才说到您说的 他打的不是这个猛发力 对 是利用一个比较轻巧的 对 注意线路的变化 对 注意落点的变化 证明这就看出这队员的经验了 第三号杨浩 因为他参加了很多世界比赛大赛 所以他在比赛里面观察能力很强 然后突然那个判断 这球就打好了 对 好的 哎呦 各位得拦了一下 但是还在自己的场地上 嗯 呃 这些老队员呢 由于呃 他们 有些伤病啊 训练当中并不是特别的系统 嗯 在这个冲甲A的这个12轮的比赛当中呢 嗯 有时候表现的也不是说特别的稳定 也有起伏 嗯 但是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在大赛当中 在重要的比赛的时候 能够把自身的这个情况调整的比较好 嗯 这球 周苏宏想打一个 强烈的变现 嗯 但是球打到了界外 嗯 现在双方打成了15平 接应二传修斯 发球 也是一个失误 嗯 这样要进入了第二 第二次的技术暂停 嗯 接应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应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